大家好,我是13N 我今天這篇是有感而發 因為我剛看到一則新聞 是講說有一台重機跟一台小巴 他們剛好都是在搶黃燈的時候 小巴是要左轉 對面過來要左轉 視角的話看是摩托車 是直行車 那時候燈已經切換了 所以他們在搶黃燈要過那個路口 結果剛好一面撞擊 撞過去之後 我不知道摩托車速度多快 但是那樣撞擊的力道 你看出來,基本上 凶多吉少 所以他應該是當場失望 那小巴裡面的乘客是沒什麼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撞擊 過後的殘骸 就覺得,哇,真的很可怕 基本上就很像你騎車去撞牆壁一樣 好,那講到搶黃燈呢 我想從兩個論點來講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法規好了 因為我知道其實台灣部分 跟美國部分其實有點差異 大家都知道綠燈行,紅燈停嘛 那 我這邊美國紅燈可以右轉 那台灣是不行 好,那 黃燈呢 就是一個灰色地帶嘛 那在美國部分 其實每個州也有點不太一樣 那以加州來講的話 黃燈就是警告 它跟你說,黃燈 表示等一下要變成紅燈了 那你是可以通過的 如果今天中間 騎到一半 如果騎到一半,變成紅燈的話 那你還是可以過 好,那我剛剛說其他州 有些州好像是跟台灣比較類似 是說,如果過了黃燈 你在入口中間變成紅燈的話呢 那其實是可以開單的 那我記得台灣的法規也是這樣子 那相對的,我知道台灣 其實有很多那種紅燈的照相機嘛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入口 已經變紅燈的話 那基本上就直接拍照 然後吃罰燈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的 模式下呢 大家會對黃燈就是會覺得說 啊,黃燈就是要快 你要過這個黃燈,才不會去吃到罰燈 或是你不能違規 所以才會特別有這樣的字 也叫做搶黃燈嘛 今天側風有點大 我自己都聽不到這些講什麼 好,那再來還有就是 入口的設計啦 像我這邊有個專門左轉專用道嘛 當然這條左轉是回轉回回轉 因為左邊沒有路 很多時候左轉的話 那個燈耗製是不一樣嘛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要左轉的話 一定是等你耗製量 可能不會跟對面的執行車有衝突 所以可以保護到執行車 但是有些入口當然不一定是這樣子 像我看到的新聞呢 就是它應該是 可能是左轉可以直接左轉 不是專門的耗製燈 這我不清楚啦,不過我猜啦 所以就會造成小巴剛好是 從對面直接要左轉 摩托車也是要執行 剛好對撞在一起 所以以法規來說呢 如果我試到黃燈的情況下 我現在有叫黃燈 我有加速一點點這樣子 這是大家的習慣 會想要快一點點過 但是我也沒有說狂吹過去過 因為如果需要狂吹過去過的話 表示說我剛進入口 其實可能已經很遠 我可以停下來 我相信很多人的習慣跟我一樣 趕快加點油 然後就過去這樣子 當然也是保持在限速之內 我剛剛也沒有超速 那我看那個事件的話呢 其實耗製燈已經變了 應該是說 它在進入口的時候 感覺那個燈已經變了 不管怎麼樣,在台灣 我記得燈一變的話就是違規嗎 那重點來了,我今天其實 真的想討論的並不是違規不違規 因為騎車這種東西 其實 有沒有遵守法規呢 跟有沒有保命 是兩回事 那我講到這種 事情啊,其實我自己特別有感觸 主要是因為 我之前有個非常好的車友 他有一次在我們 團遊結束之後呢 他回家 他就是一樣的情況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記得他燈號沒有換 他那時候還是黃燈 但是你也知道騎摩托車的人 多少都覺得 因為他那時候是騎 那我先過 那他是騎CBR600 F4i 那他在過那個入口的時候呢 黃燈了嘛,他就剛好 應該快到家了 可能就是加速一下,然後過那個入口 結果對面剛剛有台車一樣 那台左轉車他就覺得說 啊,黃燈了他要趕快左轉 那時候我記得 我有聽警察講說那是三線道 那三線道呢,其實同樣路口 黃燈的時候,旁邊的車子已經 減速停下來了 所以他騎摩托車,你也知道 摩托車加速很快 想說,既然黃燈 那我可以過去,一定可以過 沒有問題,所以他就加速過去 然後就不偏不已,就直接撞上 那個左轉的車輛 撞去之後呢 那個時候我朋友其實意思還很清楚 就撞到,那時候還 有跟醫護人員有點開玩笑啊 結果沒想到 還沒到醫院的時候呢 中途就是,可能因為是 我覺得他說是內障部分出血嘛 來不及就回天罰術了 這邊其實我也想要跟大家呼籲 防衛停駕駛這件事情 就是遇到黃燈的時候 因為你看到前面黃燈的時候 你大可不必催油門說 你可以過,又輕易騎車 坦白說啦,如果你看到黃燈的時候 你還可以靜下來,想說 要不要衝我的時候呢 那要相信我,你就直接停下來 因為,如果你還在思考這問題的話 你一定是有足夠的時間啊 那時候跟我說,可是實際上 我那時候路口,街道上已經騎到120了 我這樣怎麼想,也來不及啦 那我想問你,為什麼街上騎到120呢 第一步你就做錯了嗎 所以我要說,尤其你今天 當你騎比較快的車子的時候 你更需要思考,然後想說 啊,黃燈 是不是就不要過了 那在不要過的時候呢 當然你是要隨時注意你的後照鏡 看後面有沒有車子會不會造成追撞 尤其你騎摩托車 你煞車距離,比汽車短很多 那也是一個因素要去討論 那我只是想跟大家講 就是,有個心態不要油 就是覺得,啊,我車夠快 我就是要衝這塊 那這種事情,尤其是在車隊的時候 特別容易發生 因為你車隊出去的時候 前面車過了,你要不要跟 所以我這支影片,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先想一下說 啊,有這件事情 那放慢速度呢,等一下 也許是更好的選擇 你想想看,當你要準備要衝的那個瞬間 其實 整個路口上面,狀況可以非常多 你對面的車可能要左轉 然後旁邊的車可能 如果是美國的話,可能要右轉 或是突然間有什麼 或是後方的車跟XP5可能很緊 那同一個時間,你要想東西非常多 哦,MX5 RF 哇,我很喜歡這個新的硬頂 所以這就跟法規跟路權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你是以保護自己 為最大原則嘛 那在去玩我朋友商機之後 我跟他爸爸有特別去聊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全家其實都騎車 他有特別跟我講說 就是關於這個 闖煌症這個議題 畢竟他因為這件事情失去了他兒子 他不希望因為 有一樣的事情呢,會造成其他 家庭破碎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是不是多跟朋友之間 可以提倡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今天有這個機會 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利用這個頻道 跟大家特別在提倡這件事情 他有特別跟我說 有一個英文字 他都叫Ember Gambler Ember Gambler就是指說 有點像是搶黃燈的賭徒 就像賭博一樣 你不可能每次都贏 一定會有輸的時候 這麼巧,兩台都是綠色Civic Mustang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會想說 騎山路要保持安全啊 怎麼樣 那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最危險的 還是一般街道的路口 所以藉由這個機會呢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慢一下沒有關係 當然我也知道 很多騎大車的朋友覺得說 像我在騎這大車 我輕輕這樣 一拉一定過得了 那不是問題啊 但是 有時候如果你的心態 覺得說 今天這個過路口 你必須要靠加速 或這台車的力量去衝過的話 那可能 你看前面 這個黃燈的距離 就沒有抓準 那是比較需要探討的問題啦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像我騎Z25 我覺得速度不夠快 我也就停下來慢下來 那很多時候 是你可能平均在跑的速度 已經是這麼快了 那也就是要自己要多注意 那如果大家可以想一想 剛好 沒有說你想要加速去衝這個黃燈的時候 然後覺得 放慢速度好了 那也許就可以因為這樣子逃過一劫 好啦,那這次影片呢 就講到這邊 那我上禮拜呢 我有去一個滑胎的課程 過程我覺得非常好玩 我還在剪片 因為前方說 我這禮拜工作非常忙 一直在加班 下禮拜可能晚上比較有時間 要再跟大家分享 那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STi X Goblin 好兇啊這台車 好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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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兇啊